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中国版本的《Hakarao》 本人CK 平时 我会和你介绍天花 介绍你这天花 介绍你这天花 但我会和你 我会和你说 其实 你真正的身份 阿晏 叠咤 一 Avangel Infinity War就在一排时间了 很好看的你啊 我刚才说啦啦 上去看 因为你实在太好看 我刚才说我看到我好感动 六岁岁岁 真的好感动 但是我刚才说的不是重点 因为重点是因为我刚才介绍 Infinity War 和Acer Crossover Limited Edition 版本 Tanos 版本 Ironman 版本 还有那只Captain America 版本 首先呢 我隆重跟你介绍 就是你眼前的这一款 Ironman 版本 这个Ironman Acer Swift 3 Laptop 你看眼睛的外表 你就得到好影哟 你用那只Laptop 感觉就好像自己变成了Ironman 所以要带着这个Mask来讲 这样子好像比较有feel 有吗 导演 什么呀 还有 少认 那部Laptop 整体呢 它全理智 然后你用的配色 就是红色和金色 就是Ironman 新红的红金色 然后那部Laptop 你最大的规定 就是它前面那只Art Reactor 要发光的 好像前面Ironman那只新 然后那只Laptop 它的主要配置呢 就是拥有那只14寸的Full HD IPS 显示屏幕 搭载第八代Intel Core i5-825U处理器 8GB DDD R4 RAM 256GB SSD ROM 2GB的NVIDIA GeForce MX-25GRAFIC卡 电池中也就在那里10小时 那只安营的Laptop 那些价钱呢 是4399 同时拥有那只 今年的旅客保修器 就是互人第一年啦 我现在的国际 哪只Ironman版本 它真的好亮的 因为有哪只Art Reactor 发光的东西 我现在又最喜欢Ironman啦 因为Ironman是欧阳的嘛 Ironman 我就好像想着你叫Ironman 我叫TeamIronman 所以我就讲Ironman好 喂 干啥 你说什么哦 不管你屁事 我介绍我的钱拿着我 Ironman OK 等会把路话来说 Captor America的厉害哦 你没起来 我介绍他Captor America的 很多 给他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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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见了 这一本 看不见了 我拍拼了 有人知道吗 看看 把路话 这家里人家里面 就是转马铁先的Azer Xperia 6 今儿它有Captor America的设计 你看它的这个 是它的顿牌的设计 确定的 你看 连锦 看不见 它的设计就是 10个Diamlac 全 Full HD 跟Support Dolby Audio Premium 改善给Azer Harmony 我们买两辆 它是Azer Priorified Digital Mic 每日啦 会看起来 看起来 怕起来 它会相当轻轻凑凑 跟它在镜头看起来 看起来的感觉 这个Captor America的 Processor 就是 第一新 Intel Core i5 它不会轻轻轻的U-CPU GPU就是NVIDIA GeForce MX100个 4GB DDR4 RAM 第一个 以后 16GB 还有1TB SATA HDD Drive 还有它还有2x2 MIMO 802.11AC 无线网络连接 和这个GIGABYTE ADERNET 还有它 USB Type-C 3.1 USB 3.0 加两个USB2.0 热爱小看 这三款电脑 本有价格的DEDICATED GPU 日夸蜴啦 怕游戏啦 什么水水的没着水啦 这个Captor America的电脑 就像それ以后 我们是7 pronto 警醒了 那个什么 很新鸣 现在的 我会介绍Infinity Watch Buio 的总体 是你一个Tenos 然后Tenos版本 就是Acer Nitro 5 而且留质三 angel共作 мо convinced TANOS版本是最重的啦 以為你耗太高嘛 TANOS的耗太高的嘛 15.6吋 Full HD IPS 顯示屏幕 搭載Intel i5-1300HQ處理器 擁有8GB DDR4 RAM 一般用8GB SSD 加賣1TB SATA HDD ROM 4GB NVIDIA GeForce GTX 1600GRAPHIC CARD 天腦已開機就要等70小時啦 然後你賣新機 現在是用來的旅客保修期 TANOS版本的Laptop 也用來的牙齊色和錦石來做配色 重點是Laptop也有Cool Boost技術 再來提供最後的功術還有冷卻功能 總是以為Laptop 以通過就有TANOS用卡的啦 但是用卡的好明顯啦 以為總結大Boss嘛 就這樣啦 就馬上都給你看了眼睛 這樣就好嗎? 最重要的是TANOS版本呢 它的價錢是RM4299Q 所以最後來說呢 三集電腦啦 都是在耗球鏈營的啦 你不可以三集 我跟你說三集都會用的 但是你不可以用來一家耗啦 然後你不可以看你 可以選擇6美元的電腦 譬如說你這個HavyUser 拿來打電影啊 做Editing啊 做Design啊 有東西呢 我建議拿TANOS版本啦 但是香港有錢夠薄一點 但是有個性能要好好的 然後你都不是兩塊Ironman版本回來啦 而且Ironman有夠香的 但是有個性能都好不錯的啦 至於呢在CAPTAN AMERICA版本呢 我現在說的 我現在上台學啊 你做工啊 然後普通用它呢 是好搖搖搖搖的 重點是你用的CAPTAN AMERICA 好多麼你才有英文人才10號 6年了 所以最後我就總結一下子 CAPTAN AMERICA價錢呢 是3290元 Ironman是4390元 還有你一隻TANOS版本呢 是4290元啦 不過說真的啦 對我來說呢 我剛剛都可以買一隻Ironman版本的啦 因為Ironman版本 實在是太帥了 我今天好喜歡你一隻版本 好帥 那些風裡還好皮毛 所以今年的video就到此為止了 希望你們就好按like 還有share那一隻video啦 還要記得關注我的technic中文版 OK 那我就分享泰教了 所以大家留言啊 comment comment 和泰教做一下朋友啊 炒一下搞一下啦 無所謂的 所以現在的下一集見 Bye